可能你买了餐厅,你也想让我做惊喜吗? 兄弟们,我又又又开始给我这俄罗斯媳妇整活了 事情是这么回事,这两天不正好是五一节吗? 我和小达莎已经有一阵子没出城了 趁着这两天天气好,又是放假 我就开车带她出来,去战斗民族草原的最深处留在一圈 顺便还给她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这具体是什么呢?还得让我们踏上行程一起来揭秘 由于路上还是比较远的,我们开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到达 就在这时候,路边正好有一群牛,这小女的说啥也要休息一会儿 想和这群牛来个亲密互动 就在路边这样看着牛了,这里要摸牛 你别吓 给牛吓跑了 我不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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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 你别吓,你别吓,你别吓 这战斗民族的牛啊,竟然还这么害羞 这小妮子就算撒了花似的嘴,那也是连牛尾巴都碰不到 你都这么多,我两个一人跟着我,很可爱 我不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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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 你去哪儿,你去哪儿,你去哪儿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,我们就又出发了 可我家这小大赛呀,是越走越晃,越开越梦圈 因为已经开出这么久了,这小妮子还不知道我要带她去哪儿 我真的说,我 说,它们已经非常远亦 现在已经距离了 我已经想要互习 为什么? 我为什么这么远到了 米娃,你真恐慌 我被你害羞了,你找到我一个人吗 不是,我没来说 米娃,你也不给娃鹈 米娃,你可能在美国没有带人去哪儿 好 你懂人们尊会吗 是的 为什么你没有说,我没有提醒我 我甚至没进失去 我真的没有出现 我们真的,为什么怎么那么远人去这边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奔波 我们终于来到了此次旅行的第一站 我朋友开的木材加工厂 因为这后半程的路只有他才知道 怎么样 宁哥 还行 你这叫啥呢 你这这样做小凳子 啊 做小凳子 宁哥 你老木匠了你这是 宁哥 咱能不能找啥呢 啊 我都能连一样 不是你 是不是 妥的 你让那个不两个人离完去 啊 行 这除了给我们带路啊 我这朋友还让我们带回去一条大鱼 我一看 吼 好家伙 这邓刚老师看见了估计都得说哈拉哨 哇 好可 тысяч 高热 那怎么个叫呢 那怎么叫呢 叫啥 叫啥 这随后我朋友就带我们来到了 草原的最深处 在这里我们接上了热情的布里亚特大姐 你好 安德勒 叫我 你好 安德勒 叫我 见到这位大姐 我们也就算是来到了 此次行程的终点 没错 就是这片牧场 这次行程最终的目的 就是抓一只喜羊羊回去 行了 兄弟们 由于制作时间紧张 今天就跟到这了 这最终能不能成功拿下一只羊回去 咱们下期揭晓